我們議程準備準時開始 今天感謝大家來到Postcard 這一場議題的講者是小傑 尤傑 傑哥 怎麼這麼多啊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話題是跟性能 效能有點關係的 講到效能大家可能很多在座的都跟我一樣 是屬於Application Developer 我們都會處理很多Io和CPU的問題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front work 他們都有很多的行銷 每一個front work都跟你說blocking Io 每一個front work都跟你說Async 甚至很多語言 他們崇尚完全收Async的寫法 但實際上真正我們會去研究效能的人 並不是非常多 我們很多時候會用廣告 就是這些front work的廣告 來選擇這些架構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很多人如果有慢慢的公司系統變得越來越成功 新系統從小型變中型變大型 會不會建立一個問題就是效能出現問題怎麼辦 很多時候在云端架構裡面就說 Skill up Skill up 但是在跟小傑私下的聊天他跟我說 現在大家不是說節能省電要救北極熊嗎 身為一個宅宅我們可能離不開電腦 我們應該也不太能力的開網路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Skill up 用Skill up的方式來救北極熊 所以我相信今天小傑來到現場是來救北極熊的 那我們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議題獎者小傑 謝謝 好 大家好 那就是很高興有機會可以到Costca回來 等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自己過去這三 快三年來的這個工作經驗 那其實剛剛那個一本把我想要講的東西 其實先能說過一遍 所以大家可以先去抓一下那個神奇寶貴這樣子 好 那大家好 那我是小傑 對 那我現在是在Snowledge就是做NAS 我們一間公司 對 在當快要出社會的一個發體代理由 那我Tim主要是負責的就是在開發 在NAS上做雲端同步的後端Sever段 以及Connect段的這個開發的東西 那其實在這個議題上呢 我自己也是就是還在尋找 就是到底什麼是性能在你的初學者 對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 等一下在我講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順便跟我一起思考說 那性能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對 好 那一開始的話呢 先來講一下說為什麼我會在意性能 因為 這個就是因為呢 我們在NAS上面 其實我們會開發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功能 例如就是 檔案存取啊 可能是Web Server 雲端同步 零串流 就是照片啊 類似Evernote的筆記本這種服務 我們都會在上面開發 那其實大家就會問說 那聽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呢 其實就是在NAS上面 我們會有從低階一路到 黑暗高階的機器喔 那問題就出現在說呢 我們家用級的NAS 它的硬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我不能說 對 那甚至就是說呢 你現在拿在手上的手機 它可能都比我們NAS 家用級最緊張的NAS 還要來得好 對 那你就會很難想說 在這麼虛弱的一台硬體上面呢 你要怎麼去實現 我們剛剛說的那麼多的功能 對 那我們也很少會遇到說 就是我們的PC 我們的Client 居然還會比我們Server 還要強這種狀況 對 那我覺得這都是之前沒有遇過的 一些狀況就是 非常有趣這樣子 而且另外一點就是 使用者他們就希望說 就算我是最低階的機器 我上面這些功能 我全部都要 所以就是 我們為了就是要 滿足使用者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 真的是要很努力的去說 到底我們怎麼樣 去寫出一個比較好效率的層次來 讓使用者可以滿意 那 另外一點呢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希望大家 也應該要注意一下系統 對 那 這邊我想要做一個民調 就是 請大家 如果你對於你的程式的性能 是在意的 應該是說 你有關注過你程式性能 你在意你的程式性能 跑得快快 請舉手一下好嗎 就是你 其實是你會發現說 我程式怎麼跑得慢 我很不開心 這樣子 幫你舉手一下 OK 好 感覺非常多 那現在先不要放下 等一下 那 如果你有真的 測量過你的 performance 所以你試著去改進的 可以 應該是沒有 沒有測過的 那可以手放一下嗎 好 感覺還是很多人 那大家我就先回家了 這樣子好不好 好 大家可以手放一下 那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 就是 試著去關注一下系統 第一個事情 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的程式 到底跑得快不快 就是在現在的那個 教育上 它可能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寫出來的code 都是clickcode 它非常好maintain 它需要非常優美的框架 我們希望它包裝得非常精美 對 但是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很容易 非常容易就是寫出一個 很慢的code 但是你自己也不知道它滿 因為你覺得它很漂亮 就是 就是 例如以前在大學寫那個 NP作業的時候 我把它包得好好的 超級漂亮 然後結果去demo 的時候就發現 怎麼這麼慢這樣 然後就跟助教說 這個應該是 就是bug 但是就不要理它 對 好 那這邊我其實很推薦大家 你可以去試一下 怎麼試呢 就是可以回去 調那個lead code 大家應該知道lead code吧 就調那個最easy的題目 就寫 然後你把它summit 然後等一下你就可以 給上面那個my submissions 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的程式它的執行時間 在排行榜上 到底是排多久 那這通常你會發現說 你居然排在後面5% 還是15%那個位置 就會想說 為什麼這麼一直彈斷斷的code 它都可以有這麼大的效能差異 對 那就是 這就是非常值得大距 在野的地方 為什麼 會有這種可能十倍上的差距 對 那另外一點呢 如果你是開發者 你是老闆 我覺得 如果你關注性能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的使用者 被人家開心的 第一點就是說 如果 假設我們是讓網頁的 response time 少 其實你就會讓一些不耐煩的使用者 的那個user experience 好非常的多 那甚至是做一個 performance非常好 其實你也可以讓那些 手 拿到硬體非常爛的那些 user 他可以 他可能還在用臺體 可能還在用差異 這種user 你會覺得 天啊 我居然也被照顧到了 他就很開心這樣子 對 那甚至就是 你知道就是在非洲 一分鐘就會過去60秒嗎 如果 你可以讓他們 有更多的時間去做別的事情的話 更快就 就是 就是變成先進國家 這樣 好 那如果你是公司的CEO 還是CTO CTO的話 其實如果你關注性能 你會發現說 它這其實可以讓你省下 非常非常多的錢 因為 當然你的性能寫得好 你的程式性能寫得好 其實 你就不需要那麼多硬體 那是扣你的服務 或者是 基本上就是你的服務 對 那你也可以讓你的user 其實也剩下很多錢 這樣 對 那剛剛 另外一點就是剛剛那個 你關我講的 就是 或許 你可以 多就給別的英雄 因為當我們程式寫得好的時候 他基本上 他需要的支持時間 就會比較少 那我們需要硬體 我們需要收益 也會比較少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們可以省非常非常多點 對 那你就是可以做很多隻別的英雄 所以呢 會希望大家 如果之前不care的話 那至少從今天起 我們就開始一起來關注訊軟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OK 那 第一點就是先跟大家講說 欸 那如果你想到 說到性能 你想到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是一個性能這樣子 對那 那我們就有看到一個 IPM的那個 IPM的任務公司 他就有講到說 那個 呃 我看一下喔 英文不太好 對 那他基本上就是說呢 一個電腦性 一個性能 基本上就是電腦系統 他 你交給他工作的時候 他表現得 好不好 對 那 那其實有點濃統 不過我自己對於性能 這個簡單的基因就是說呢 當我們在給定他一個特定的工作的時候 你這個系統 你這個電腦系統 他在你care的那些地方 就是我們的效能指標上面 他表現得到底好不好 那 對於工作來說啊 我們剛剛有提到幾個點啊 就是工作系統 以及效能指標 那工作基本上就是大家 呃 開發的時候 他實際上需要去做那些事情 他可能在聊天系統上 我們就是他會去呃 我們需要呃 broadcast 訊息給很多很多的用者 他們點對點 程式一個群組的訊息 那售票系統 他可能就是要 可以插進空位 配取化位 那如果是比較低 呃 比較單一的服務 像資料部門 就是我們要做一些ID 我們要做一些query 一些就因這些操作 那會有一個server 他可能就更簡單 我們提供網頁 我們怎麼去有效率的 呃 會不會可以來速度快一點 好 那第二種 除了工作之外 另外一點比較重要的 就是性能指標部分 那性能指標的話 一般來說 呃 我覺得是分成 兩種啦 第一種是人定出來的 一個期望目標 這邊很簡單就是說 呃 我希望做出來的系統 那其實可以承受 呃 一百塊一千塊的人 他會同時連線 這對聊天系統 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我們可能會care 是 presponse time 我們希望我們的web 我們往夜回來的時間 是在呃 非常短的成 幾百毫秒 三毫秒再太快 我們希望換回來 這樣使用者體驗才會好 那另外一些可能在一些 呃 比較對時間要求非常嚴重的 就是我們希望說 例如像我們發射飛彈 我們在飛彈在空中 飛彈還在算那個 彈道的時候 他其實可能是說 我每十毫秒一毫秒 以內 一定要幫我計算過一次 對那這樣子我才不會 打到 變成打到 對阿 還是那這樣子 對 OK 那 我們就這個時候 我們會發現很多 有趣的指標 那這些指標啊 他的另外一種成績方式 就是你直接 試著在這個系統上面去跑 跑 那我們就會拿到一個 非常準確的指標 就是說 這個系統 他到底可以在這個指標上 表現怎麼樣 那我覺得 這個測試啊 有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測試結果 同時一直包含軟體跟硬體 所以如果你在網路上 看很多那種效能報告 跑出來的 其實你都不要相信 他在你的硬體上 你的Server上 或者是你的手機上 可以跑出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的硬體 可能比他好十倍 可以在Line十倍 這樣 所以這是一件這樣 就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常見的效能指標 帶大家看一笑 例如就是 我們可能 最平常見的可能就是RPS 包括每秒鐘 可以有多少個request 這樣子 那也有一些比較像 實踐方面 就是我們在Latants 我們一個公報出去 他大概也要多久才可以處理完 那或者是類似的就是 Constant 建議他 什麼時候開始被處理 那 那 其他的例如就是像 Beat Perfect 就是我們可能在傳達 我們在 硬碟讀取速度正上 這方面的呢 所以我們都可以配合他的 那其實也有其他的 種類的指標 例如像是 我們就是希望系統 有很高的Evability 或者是 這個系統他有一個 很好的Scalability 他可以加硬體進去 是線性的 那這就是其他一類的效能指標 那我們這邊就先Cale 那 好 那怎麼樣想像高性能呢 我覺得高性能 基本上就是 大家看一下那個部分 高性能就是 你怎麼有效的 有效的去利用你的系統 不管是軟體 就是 充分的去利用你的系統 那 一樣值得給你的工作 像我們可以去滿足 或者是提供 最高的一個效能指標表現 OK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們一定要知道 怎麼有效的去利用我們的系統 OK 那 到底怎麼樣還算高性能 我們有一些其他比較 例如說 我們可能會比較 Nginx跟那個 Apache 到底誰的那個RPS 比較高 就是單純的就比他的 Performance 然後我們也有可能 以DE 我們也有可能 是語言的戰爭 我們就比那個NodeAS 跟Ruby到底誰比較快 這樣 大家可以吵很久了 那有時候也是語言 自己 覺得自己表現更好 就是PHP7 可能比PHP5 考得好 不要幾倍 就是快快很多 這樣 那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 其實有些 OpenSource 或者是 我們講 付錢的公司 公司他們感覺會很快 就是OpenSource 誰用出來 然後都宣稱他們是 High Performance 但是你就 把他用到很妙上 你就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 就沒有一樣的效果 就是因為 宣稱的 High Performance 就是在他們的公司上 已經滿足 或者是超越他們的需求 很多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樣是 High Performance 這也是OK啊 不過就是大家小心這件事情 對 那 另外一個就是 CP整合 就是我們剛剛一樣 是一問先講 我們就是 如果 如果我們可以 寫出一個誠實 那他是不需要讓你做 Scale Up 或者Scale Out 甚至 就是他可以做到 Scale Down的話 他其實代表一個 非常漂亮的可能性 那最近其實有一篇文章 他就是 就是一位 創業者吧 他就在分享說 如果我是用西家家 來寫Web Service 對 那他發現說其實我這樣 用西家家寫一次 我可以一口氣 打掉40台Ruby 所以Web Service 可以提供的那個 Quest量 40台的量 對 那你其實就知道說 這個可以讓你使用 其實要40 成本就剩下 硬體成本 剩下40分 就是非常可觀的速度 那接下來 就是說 假設我知道性能 它是可以的 那我要怎麼開始 那 他其實 步驟 對 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了解 你詳細它到底有哪一些 性能上的需要 就是如果 如果我可以 我不要去 RPS 我不要去 聽我的那個 Rubuck之類的 對 那可能有相關 但是你一定要先選 你的對準 那另外一點是 它其實是屬於一個 非功能性的要求 就是你公司 或者是 PNM的規劃產品 他們其實是不會規劃說 這個產品要有多大器 因為 這東西其實 他們不care 所以這個問題 通常是發生在說 最後那個 使用者還抱怨 但是我們機器可能會推倒的時候 才會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能就先了解 那我們也要把它 就是 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就要把它規劃到裡面 我們要選擇 對的model 來寫我們的程式 拿來 那你在後面才有辦法 使出一個有效率的程式拿來 並且在最後面呢 建議大家就是 一定要做效能測試 因為你沒有測試 你就根本沒有出去 你就不拉到開馬 所以一定要做現測試 然後到最後 再做一個最佳化的動作 對 好 那 今天在這邊其實 因為 如果不是轉角 因為高性能需要的 真的東西需要太多了 假設我隨便列一下 這個是昨天隨便亂講的 對 例如我們剛剛探討到性能 其實你上面隨便你關鍵字 它都是這樣可以進入的地方 像是 右下的可能是DV 然後 左上角可能是 compiler 不要負責的 然後 按一下 右上角可能是 OS要負責的 然後最上面可能是 我們在 做distribution systems 我們可以的東西 它其實是 量非常快滿多的 如果大家去都會 那就是 非常厲害 會蠻酷酷的吧 那 所以呢 其實今天 只打算跟他講一些 基本道理 我覺得大家應該 不會發現的東西 對 那其實就是希望說呢 因為我等一下就是 講非常非常基本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等一下講東西 你都可以在你自己的語域裡面 找到一個非常類似的東西 所以 那其實你就可以去 了解說 整個系統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 所以大家 等一下再講一點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 稍微回去想一下 奧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樣 好 那今天 主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有七點 就是包含是說 上面可能是從硬體 講到OS 然後最後再講三點 跟大家講說 你在我的pation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去挑 你的IO 怎麼處理 你的計算 是怎麼進行的 然後最後 你的簡單代購一下 那些各種簡單的方法 你要怎麼去寫出你的application 好 那第一點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 你需要去了解你的系統 那 因為我們通常 如果你是寫 application 或者是寫 server 其實我們都是站在 音塊上面 還是巨人的肩膀上 對 如果你去看整個系統 它最下面就是hardware 就是hardware 接下來上面會有成OS 如果你是選用 有VM的語言 例如Java之類的 他還會需要一個language的Verture Machine 然後接下來你會去挑 很多很多人的library 因為你不想重造的文字 對 然後還有去找一個framework 因為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挑了一種很好用的 對 然後接下來才是寫文 真正真實運行的code 對 那 對於性能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 通常性能的問題 它發生的點 都是在很靠近application的地方 OK 所以大家其實在請自己code 改一改 可能performance 就不錯了 那接下來呢 你就會發現說 剩下的performance 好像都是下面造成的問題 例如 如果你是寫 到JS 寫webserver的 你就會發現有些framework 它的routing的速度 可能就是不夠快 所以你只要把它換掉 那如果你是寫 C++的 你可能會發現說 STL的library 這實作 怎麼有點慢慢的 所以你也只要把它換掉 那如果你是寫java的 你寫那個 一樣是javawebserver的 你可能會發現說 JVM怎麼這麼慢 你要去tune它 還是如果是code 你寫錯了這樣 所以你就會開始發現說 這性能問題 其實你是要一路往下 就會 一路往下一直追下去 所以我覺得了解你的系統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 我覺得了解 首先第一點就是 你應該去了解你每一層 它到底有哪些優點 還有它一些很弱的地方 因為當 就是 當我多了一層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多了一些彈性 那這些彈性 它其實就是性能換來的 例如說 一樣是講 JVM的GC 如果我們希望有一些語言 我們是不需要記憶體管理的 那基本上免不了 就是我們需要GC 那GC它其實就是一個偷偷就在後面 偷你幾個東西 它甚至有時候會讓你整個性能就停掉 那我就掃一下GC 然後我就繼續討 對 所以這都是你可以去了解的地方 那第二點的話 其實是每一個框架 它都提供了一個 作者 它對於系統該怎麼運作的抽象 有一個想法 例如我們現在的問題 它可能是 我們NUMAN的架構 OK 那OVS它可能因為以前是 一個CPU 所以我們 把它上面疊了多風這功能 那如果是框架 我們可能就實作了 JVM 大家很討厭的AVC 這種框架 那如果假設我們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這個MVC 手不手 假設我們想在這個MVC的Firmware上面 去做一個人 是 TWIN 等一下擺你 好了 你做MVPN這種事情 那你就會發現 我需要再寫一大堆Code 我才要辦法做到這種事情 那其實就是非常的不符合 因為你就是做了一件不符合 那個框架做的 有一個想做的事情 所以它就會需要 它這個performance就會掉 對 所以其實建議大家 如果你往下了解的話 你盡量照底 成績做的方法來寫你Code 它其實會提供一個比較好的performance 那其實也 另外一點是你的底層 它可能已經幫你準備好 它已經發現性能問題了 它幫你準備好很多 比較高興你的建議 那你其實也是可以試著 來用一下 可以讓它這個去跳過囉 好 那 一直了解到底層 其實我非常建議大家 非常建議大家 你去了解你的硬體 怎麼運作的 當然你不需要了解到每一個 它的實際上運作方案 你只要有一個來的概念 就夠了 因為其實硬體就是你 最後執行你程式的力量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最後坦白的 它就是在硬體上面跑 對 所以它到底怎麼運作 其實你直接牽涉到 你的performance 到底如何 那你對於你了解之後 其實你也就直接知道說 它的物理限制 你的性能的極限到底在哪邊 例如說 Ghanali 就是如果你是100Mbps的網卡 你就不可能跑到300Mbps的速度 這就是一個極限 你的速度 就是不可能那麼高 對 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除了規格之外 我覺得 怎麼運作也是 大家可以去care的地方 那 那硬體它其實也是我們 人做出來的 最後的那個抽象位置 那它其實 如果我們跟他們 用一模一樣的運作方式 會不會有最高的性能 這個我自己也在考慮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 滿有機會的 對 那硬體它也很提供 很神秘的功能 來幫你加速 但是其實不知道 對 那這邊我覺得可以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 很有趣就是 假設我出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就是 請你用程式幫我寫出一個 計算 32位元 或64位元 裡面有多少個1 就是bitcom 算有幾個1 這樣東西 程式問題 通常我們寫出來 可能就是 寫個holer 或者是你用XO 或一些神秘的高速 去把它算出來 但是其實在CPU裡面 某一些CPU的架構裡面 它就有個指定值 你就摳下去 它就直接跟你說結果 所以 其實 如果它問你複雜度 你就有說 如果它問你複雜度 你說 我只要OE 我就算出來了 你就嚇死它這樣 就是 如果你對硬體了解 你就會發現 有一些神秘的指定可以用 而且它真的就是 對程式來說 它就是OE 好 那下一點呢 人家就是硬體 如果你了解之後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讓所有的硬體 一起動起來 因為它就是 可以有比較好的表現 那這是一篇非常古老的文章 就是那個 The Free Launch is Over 它文章 基本上它的概念 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的程式 已經不會再每年變快了 因為我們以前就說 這個因為那個 比較 摩爾定率 它每兩年可能就會快點 可以這樣子 對 那現在已經其實不會有檔視了 但是看一下 那個Intel CQ 每年快有10%這樣 對 那主要是因為 摩爾定率確實 比較 比較不能做到 那另外一點是 CPU其實比較可以省電 所以它對於性能這方面 就沒有那麼多的發展 對 所以就是說 當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你必須要 直接意識到說 我需要去充分的利用體 包含 這篇文章裡面特別講 就是平行計算 我要怎麼利用多核心 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其實像是 如果我們有CPU裡面 有很多特別的指令集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嘗試去利用 那這些東西當然很多 就是Compile 或者是OS 它其實幫你處理掉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他們都可以 讓你再線上 還有一些更多突破 對 那硬體其實除了Maticode之外 它很久以前就是平行的 對 因為我們知道像CPU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想過 但我覺得是很有確的想法 就是 我們有去 像CPU裡面 它可能就會有 除了Maticode之外 可能會有很多個ALU 或者是MVU 或者是 記憶體控制器的MVU 這樣子 它們其實都有辦法同時運作 那還記得 可能以前學會的 Petaline 這個SuperSky 這些東西 都是它們這些元件 它們在真的 真的是parallel的在工作 對 那如果你往外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CPU跟GPU 它是可以同時運作的 你可以一起計算 一起講到結果 它是可以替你硬體有的加速 那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說 其實上面還 電腦上面還有很多的控制器 例如 我們的硬體也是有控制器的 比如RAID也是有控制器的 我們的那個 網卡上面是有一個 很簡單的控制器的 可能也不簡單 對 但它就是 其實它不需要CPU說 我要送風暴 我要送風暴 其實不需要這麼辛苦 就可以做到事情 對 好 那硬體弄起來的話 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讓這些硬體 全部同時運作 我們可以同時做硬碟 我們可以同時做硬碟 我們可以同時計算 我們可以同時送網路通報 其實你就是把這些事情 全部疊在一起 你就需要的總時間 其實就會非常的減少 那這邊有個例子 跟大家比如說硬碟 還可以CPU 到底怎麼運作 就是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就是當CPU 或者OS 我們想要從硬碟上面去 一段資料上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跟一個叫做 在這個架構下 我們是跟DNA Control 就是Direct Memory Access 這種Controller 你跟它說 我需要硬碟的block在哪個位置 我請你幫我複製到 記憶體的哪個位置 你就跟它這樣講 你CPU就好去做別的事情 那接下來這個DNA Control 它就會跟硬碟去說 你把資料全部把它扣出來 然後等一下把它放到某個位置去 所以它就把它全部放過去 那等這些事情做完的時候 它才會 它回 Egg 跟那個 回 Egg 跟 在這邊的話 DNA Control 直接 Interrupt CPU 跟CPU 戳一下 我好囉 資料在那邊等 我們就繼續用吧 那這時候 我會說 那我就 真的就是 資料在那邊 我會把它丟給那個 我們的Location 它動作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就變成說 CPU跟Disc 是可以放資訊做的 那你的程式 有辦法做到這點嗎 你的程式在用的時候 你的CPU跟IO 是同時在那邊做的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 考慮一下這樣 好 那 現在現在下一點 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要去善用 你的硬體架構 那 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還不知道 假設一個是3GHz的CPU 假設我們一個cycle 就是1秒 那你覺得它100年 它一個世紀 到底是要多久 OK 那如果查表 我看到 它的100年 其實就是 TCP在傳來風光的時候 如果掉了一個風光 它要重傳 那這對CPU來說 就是100年到400年的時間 對 那你可能沒有想 如果沒有在類別的話 你可能沒有想到說 居然會差這麼多 對 那這就告訴你說 你需要去調整你的系統 你知道哪些 真的速度差太多了 你需要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對 那其實在那個 現在的硬體上 我們已經做好這樣一個架構了 那它叫做 就是nevery hierarchy 對 那就是在硬體上 我們試著 假裝我們的硬體 全部運作得很快 那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是我們去 搭配右邊的金字塔的話 基本上上面的東西 就是速度超快 但是它很小 那原因就是它很貴 所以我們只能做很小這樣 對 那下面的話 反正它速度慢 但它很便宜 所以我們可以做超大的 對 那像CPU的話 我們就原來有webstream 很多層的catch 接下來才是我們 廠線的memory 那下面就disc 那剩下的就是 磁帶啊 或者是遠端存取的東西 對 那其實有很多地方 已經在用這個架構再加速了 例如像CPU它自己 但是 當它從memory裡面 去讀指令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讀一大塊 雖然我只需要下一個指令 但是我們是會讀 從memory裡面直接讀一大塊起來 然後全部換到catch裡面 因為這樣 下一次我需要 定下一個指令的時候 我只需要從我很快很快的catch 或者root 就catch裡面直接拿到那個指令 那我就可以直接開始做事情 我就不需要去 像剛剛 像剛剛那種 如果我是到memory的話 我們需要 六分鐘 就不需要六分鐘 我們就只要一秒鐘 然後我們就獲得這個東西了 OK 那其實還有其他地方 例如像我們從硬碟上面去讀資料 到記憶體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類似的說法 就是 我們會一口氣 雖然我只要讀一個bite 但是我也讀了可能 一二八 bite 一口就全部讀上來 因為我 期望它等一下會用這樣子 那 在寫的時候 其實也有類似的效果 因為如果我們 我們memory 我們OS 如果想要寫資料進去的話 寫資料到disk的話 如果我們每次都給個bite 就這樣寫下去 它一定是很貴的 所以其實我們只會寫到 那個kernel的memory 沒有 我們就先留著 亮夠了 這樣一口氣全部寫下去 對 那這都可以提供一個就是 這樣硬體感覺上 它非常非常快 那 所以大家在寫這種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要 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我們希望讓資料 可以搭在最快的地方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很多框架 或者是很多我們來看一些 他們會自己做自己的bubble 會自己做自己的cash 那其實也就是因為 其實它也是很類似 架架或是我們希望的資料 搭在我們最近的地方 就可以很快的 去access它 這樣 OK 好 這邊我求加速一下 好 那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說 作業系統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作業系統幫你做很多事情 它會讓你存取檔案點單 注意網絡點單 它也讓你免得幫你做多工 你可以同時做很多這些事情 作業系統基本上幫你完成很多件 大部分 我們不care這些工作 如果對的話 可以選擇來說 但是 其實你會注意到說 作業系統它可能是你的敵人 對 因為如果你其實 你上面是跑你的應用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的應用程式 它是碰不到硬體的 另外一點就是 應用程式它沒辦法 佔印掉所有的資源 因為我可能做一做 我就會被別人搶走了 我就沒辦法佔用CPU 另外一個是說 作業系統 它的設計就是要相容 兼容很多不同的硬體 或者是它兼容很多不同的網絡 所以它會有一個同樣的設計 那 我們 我覺得特別上 居然這樣寫 但是我不會說它效能不詳 我們會說它效能還可以再 improve 因為如果假設我們只 support 這種 protocol 我們所有的路徑 都可以把它改得更加快速 那它其實效能是會更好的 對 那 作業系統它其實也都提供了一層 我們常常會就是說 System Code可能效能很貴啊 還是就是Contest回去超貴這樣子 對 那 它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就多了一層 所以我們就 我們把它分成userspace 我們把它分成canal space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造成效能損失了 好 那 這張圖 一張圖大家應該這一點 在FB上應該都有看好不好 對 那這張圖就是跟你說Linux 它的Performance 你要怎麼去丟運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哪個地方 它可以的CPU OK 還有下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控制度 它可以的網卡 內握Control 它可以有Disk的狀況 那 也就是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在OS裡面 我們就是剛剛說的 我們有 schedule了 我們公共控制地鐵 Vertual Membring 還有網路 網路的紫器套 硬碟的紫器套 對這些東西 它其實都可能會是一個 公共的發送內容 所以大家 真的是 而就算你們有遇到 我也覺得你也事先提早去了解說 OS裡面到底哪個地方 還能夠來電盤 對 那 這張圖遇到的時候 你的 你在找問題的時候 你才不會找錯的地方 OK 那 接下來 就是 大家可能比較想聽的是 appocation 的部分 不過我還是 不太想講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就是要講 大家沒有聽過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呢 第一點 我覺得其實 回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 一些appocation 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定有計算 我們一定有IO 所以呢 你要怎麼存取IO 它其實非常 嚴重的 很大程度的 影響到你的performance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你怎麼去處理你的計算過程 你怎麼去善於你的硬體 它其實影響也是那麼大 所以你這兩個挑好 其實我覺得在大部分的狀況下 剩下的就是你夜入邏輯那邊 到底寫的好不好 那就是最後點 我再跟大家講 OK 那跟大家講 IO模型的部分就是希望說 如果你在寫POW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有一些資源 就是運 特別是運算資源 我們不希望它卡 停在那邊 什麼事都不做 OK 那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計算 CPU 可以同時跟我們的IO 就是網路存取 或者是硬碟操作 它可以同時進行 對 那這些IO其實 這個列表 可能還少了幾個 基本上在20年前 就已經寫好 就已經有輸了 對 那其實 大家都可以辦理一下書 或者是最近也看到很多對岸網站 很喜歡大家 一開始在學信用的時候 就寫跟Blog 就在介紹這些東西 所以我今天也來 學習一下這樣子 好 那第一個 就是我們介紹的 就是BlockingIO BlockingIO 基本上就是 大家剛開始寫程式的時候 會用一些東西 例如GateLine 一些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 果然等使用者Input 然後我程式就卡在那邊 就不動了 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等到使用者 按個鍵盤 它才會跳回來 然後再會繼續執行 對 那這個時候 在整個等待的時間 你的CPU基本上 都是閒置的 都沒有在做事情 那它真的是很可惜 因為就是這個時候 你也沒辦法記載你出來 但它很簡單很好用 因為它的流程 就是一個連續型的 所以但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寫高保護摩子 就不要再用這個方法 對 那如果你偏要用 其實我也不能說你不能用 不能用 因為很多傳統的硬體用機 可以幫你這麼做 例如像阿卡西 我覺得它下面應該大概就是這樣吧 好 如果你要處理 要用Blocking IO 那你要同時 處理很多件事情 然後基本上就是 開Modiprocess Modiprocess 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牽扯到我們後面 就是在這個模型下 其實你會消耗非常多 不需要的資源 特別是積極來限制你自己 好 好 那第二個 要跟大家介紹是 Non-Blocking IO 那這個 Non-Blocking IO 哪邊就是 你 這個我講的詳細點好了 例如說 我application 我想要寫東西 到硬碟的時候 其實我是跟那個 Kernol說 我要寫東西了 你幫我寫 然後這時候 Kernol就會去叫我們 剛剛那說的DNA 那些流程 一路就是寫到硬碟 然後再回來 OK 那 Non-Blocking IO 然後就是說 當我想寫 那我基本上 我會先把它放到 Kernol Buffer OK 那等一下再把它寫到硬碟上 那如果 Kernol Buffer滿了 我寫下去 這時候它一定要 去去去去那個硬碟的話 它就會造成很慢的廉遲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就是 我寫下去 要是 需要寫 真的要寫不硬碟 我就先回個手 他需要 他需要 被掛開 所以我不想被掛開 我就回給Arrow說 你如果這樣做 你會被Block 所以你不要這樣 對 那在這個狀況下 基本上就是說 當硬碟 當我可以寫的時候 我的稿子要全部寫下去 那當我不能寫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真的好緊張喔 好 當我 好 就是當我會被Block 我程式會被終止 會被暫停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都會說 你不能這麼做 丟回來 那這時候程式其實可以先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後我等一下再回來去寫這樣 OK 那這個 Nunblocking IoT 另外一般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同時做很多件事情 但是他也有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很想寫 我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 然後他都跟你說 你再信心 你再信心 這時候其實你就一直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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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好用 對 那下一個的話 他其實就叫做 Io 那一段的反應要做多入附用 那台灣好像沒有很正確的反應 那他基本上就是說 他其實也是用Nunblocking Io 那他基本上就是多了一個Season code 讓你說 當你程式沒事的時候 你可以 你可以去把你剛剛想寫的那些 先註冊到我這邊 然後 如果OS覺得 好 這個東西又可以繼續寫了 我就會 我就會回來通知你 那你就可以繼續執行 對 那這個好處其實跟 呃 他架貨其實跟那個Nunblocking Io很像 就是你一樣可以寫 你可以想寫的時候你就寫 那如果你不能寫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做別的事情 對 但是如果當你沒有事情 你也不想寫的時候 你就可以 你想寫 但是你沒有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投入這個Function 我覺得這個Function很常見 因為他從你製作一個名 就是叫Select 你可以去把你關注了這個File的FD 你就把它 注入進去 OK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可以讓程序暫停那邊 對 等到真的可以寫 我再跳起來 我再繼續執行 那這個東西好像 就是這次Kurskab 很常見 就是講Select Epo 那我也要推薦一下 明天 有一位密的大大 他會講Select 跟Epo 你做的大家可以有興趣的 自己聽一下 OK 好 那另外一個其實就是 最高Performance 就是A synchronous IOO 那 這個IOO 基本上就是 我跟OS說我想寫 然後接下來OS呢 就幫你讀好 再幫你寫到你的Memory裡面 然後最後再通知你說 我寫好 那你直接用 OK 那這其實 如果你關心一下 這個 這個做法 不就是 最下面硬體 就是這樣做的嗎 OK 所以你就發現說 其實又做了 面硬體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他其實獲得了一個 非常不錯的功能 是這樣的 對 那這方法在Linna上跟Window上 都有一樣的方法 那 因為他的API是不快的平台 所以大家常常會有一些 其他的作用法 就開始破 來進行這樣的操作 對 那如果你基本上就是 你選對了Io的模型 他就是可以獲得 一個不錯的Io效能 因為 我們知道 我們想寫我們想圖的時候 我們在做事就好 所以他的延遲其實並不是很多 那另外一點是說 如果你同時對OS 發出多個 你可以同時對OS說 我想圖我想圖我想圖 我想圖我想圖 我想圖我想圖 那他其實是 有辦法去幫你 平行你的Io 就是如果你按圖 他們都是可以保持我 如果你有得到網卡 他們可不可以通知讀寫 所以你可以 其實就是你充分 讓所有的硬碟 所有的硬碟 所有的硬碟 它都動起來 所以你可以獲得一個 看好的效果 那這個時候 你也會獲得一些多的CPU 就是因為很不會 bug 所以你就可以來做很多一件事情 那在多處的 process model 下面 或者是 多處的 framework 下面 AIo 特別是用Squareport 做的AIo 基本上 都是一個標配 如果大家看到其他的 大家可能覺得要 小心一下 會不會太好 這樣子 那後面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 好像時間不是很多 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關於process model的部分 那 基本上就是 用硬碟有限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們 台灣的那個 我們去開Square 因為 一個Square 它的那個 Default 在那個 Default 裡面 Default的Stake 是8MD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 它開多少 Square 你就可以考慮說 欸 我們硬碟有限 或許這個model 不是很適合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CPU的那個 核心處 其實是有限 我覺得這個很大 這樣 關注的地方 就是說假設 我只有四核心 我有五件工作 想要 我開五條 所以同時做 你覺得同時 真的在做的有幾個 是四個 不是五個 所以呢 當你的數量超過了CPU的扣數的時候 它其實都在幫你排隊 那 因為 OS它必須要讓你分開 一千元工作 它需要讓你覺得 一千元工作的通知在運行 所以它會一段 幫你每一個 threader review做一下事情 如果他們真的都在做的時候 他們每個都會 review做一下事情 所以呢 它的content switch 數量其實是會 非常非常多 那content switch 你知道 就是非常差的一個動作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 那 接下來呢 就是很快的跟大家講 這個process的架構 第一個是singlesware 那其實的話 就沒什麼好說 那就是線型 就不用解釋了 那它只能做一件事情 它還可以幫你利用做噁心 所以呢 現在寫程式比較少 除非 用到後面找另外一個東西 好 那另外一個是multiprocess 那它基本上就是 我們從sircle 很多個process 寫的例如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multiprocess 它就是這樣一個架構 對 那這個架構呢 基本上非常簡單 因為它沒有什麼問題 那它的容錯 因為如果拿一個process 死掉 再照起來就好 它不會對其他process 有影響 那它的累積深少 因為linux在很久以前 它就是process face 的unix 或者unix 它就是這樣一個架構 所以它的問題其實不多了 對 那它用起來其實蠻方便 那它有些缺點 它啟動很慢 因為它就是要lock 多東西到記憶體裡面 或是需要多多的代價 去觸實化它 所以它啟動慢 另外它再用記憶體高 因為你看multiprocess的時候 這些記憶體空間 它是不能被共用的 對 所以它會消耗相對於後面幾個 它會消耗到比較多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記憶體不能共用 所以當我們complay switch的時候 如果我們需要發生 換記憶體配置這種狀況 它就會速度就會比較慢 那另外一個是multiprocess multiprocess multiprocess 所以它機體是共用 它是想記憶體 它啟動化 因為它不用說實話的記憶體 那它拿起來給它 對 那它context是有許代價的問題 因為它也不用換記憶體 所以它很麻煩 對 那它最大好處是 它可以存取 因為它機體是共用 tip是共用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就是存取資料 都是相當簡單的 那它其實就是 因為存取資料簡單 它就引入了很多問題 就是它更高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外資產的那些 大家可能會有肥大 會有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 現在目前的主流 對 那 下一個是講到stread pool stread pool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一個固定 stread數量的一個 就是 呃 方法 就是 我們 只運作了一定的thread 那我們幫它準備一個job queue 我們幫我們想做的事情 都 弄成那個task 那我們就把它丟進queue裡面 那這時候呢 我們stread就會去組那個que 哎有東西 那我就做事 沒東西我就跑在那邊 對其實它你就是做了一部分 那個 OS 會幫你做多工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 要從自己來做這樣子 好 那它 基本上它就是自己想要 選擇stread 就算是控制的 那contest feature 其實也相對不適合 不是很多這樣子 好 那真的時間好少喔 那 接下來就是跟大家講 就是 講一個event driven 那 event driven的話 它其實常見的做法就是 就是 我只用一個stread 那我一樣 我一樣會產生event 我們一樣有event queue 我們把它塞進去 然後我們就用一個loop 來慢慢讀 如果event 我就做事 不然我就會沒做事 那這個model 其實像 這樣的常見 no.js 或者是ngx 它們裡面最基本的經驗 都是這個架構 所以那它 performance其實很好 因為我們就只有一個stread 但你一直跑一跑一跑一跑 那基本上 基本上沒有什麼content 就算很快 但是它基本上還是一個stread 它沒辦法成功 來利用自己 而且如果你在最底層的設計 它當中是callback 你會用起來很不開心 那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很多方法 再解決它 那就 那你如果 把sizing model決定了 其實你可以獲得 很不錯的計算結果 因為它在時間內 它其實可以做最多的事情 而且它 可以有非常不錯的容量 就是compensant的部分 其實 例如像我們在寫sever的時候 如果你挑對 你不開始的話 我們只要streadable 或者是我們eventry 它其實應該很實際 所以它可以 從時間 處理最多的 就是客戶大一線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eventry event 加streadable 基本在所有的framework裡面 它都是 基本上的billpad 就是它一個趨勢 這樣子 對 所以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下面 因為很多的framework 規定錄像 他們只有兩塊 像是 golem 或者是act 或者是其他的 他們 或者native 就是抓牙的那個native 他們底層 基本上都是一樣 就是用eventry 就是用 iomark flex那個方法 再加streadable做出來的 對 他們這些 像actr跟cps 這coloutine這種概念 他們也是比較 在更高階的streadable 但是它底層你會發現 都是用一樣的方法做出來的 好 好 那就給我一分鐘 太有趣了 那最後 有點想跟大家講的 其實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 更聰明的事情 對 那第一個就是說 好用的東西 好用的東西 其實都是犧牲 cpu cycle做出來的 所以呢 有些不必要的東西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丟 損棄掉 例如說呢 這邊大家還有點心目戰 我們不要用有VM的言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到GC的 他會喊滿 所以我們說不要用好不好 那我們不要用 active record 我們不要用OI 什麼呢 我們 你知道OI 你還會 如果你用的話 它會幫你escape 自動的幫你escape 你會給一些stream 對 它會為security 你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知道它其實是要花cpu 我們可以寫一個很好的cpu 然後不要做這些事情嗎 可以 其實可以 對 如果你好好小心協討 對 所以我們可以不要用的話 那有時候 我們也不需要一些討論的朋友 我們不要 那如果對Web 我們接下來讓你們討論 什麼 不要用Jason 什麼東西 對 那其實Jason 我們知道他給人看 對 他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個機器友 對 對 所以我們需要steerize 代價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也不建議他用這種東西 OK 那 Beyond HTTP 怎麼會這樣 對 因為HTTP 你去看他那個 你打開他的黑的你看得懂嗎 你就知道他不是給機器看 對吧 所以這個其實都會造成很多的影響 如果你的領域裡面是不需要用到HTTP的 他根本不會給人看 那你看不到HTTP 不對 對 那他就打理性五戰 我只是決定 對 你選擇一個適合的選項 就OK 對 那 應該最後一頁 我只能講到那邊 那 現在的BugMention呢 我覺得就是大家 剩下 如果Io模型跟Farsight模型都挑好的話 基本上 就剩下的事情就是 你只要 要學好一點算法 如果大家在照顧學生的話 學好一點算法 真的 學好資料結構 因為這兩個東西 決定了你最後設計的工作流程 到底會怎麼樣 OK 就是 這兩個挑好 你就沒有問題了 好嗎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我後面就挑過了 請大家 投一天之後大家可以去看喔 好 那 結論要做什麼呢 我們前面說了 就是硬體怎麼運作 作業性能怎麼運作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去理解喔 那 當我們選好了 Io BugMention model 剩下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要再錯誤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了 我們就寫 足語就好啦 那好像最快 好 那 那 對 基本上就是 希望大家把三線字 放線上就OK啦 就是了解你的系統 然後我們把校檔放線上 我們寫課的時候 我們去care一下performance 這樣子 那最後就說 我們用充電的做事方法 跳好一點算法 跳好資料結構 你做最少的事情 其他就是會獲得最高的 performance的效果 OK 那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這個透過的 分享給大家 分享 我還是有時間 可以開放 沒有 想問 OK 我們只能問一個問題 喔 沒有齁 那我就把他跟我們交出去 給他揮囉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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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